奥迪邦China三分钟北美新闻近日播报 订阅ODC时事人文频道 开启小铃铛三分钟了解北美大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称 美国周一新增20万4652例新冠病例和1731例死亡 目前全国累计新冠总数达到2261万3782例 37万6060人死亡 在过去的连续7天中 美国每日新增超过20万新冠病例 卫生官员警告说 新冠大流行将是冬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在过去的一周中 美国平均每天有3000多例新冠死亡 官员周二表示 特朗普政府要求各州加快为65岁以上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建议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疫苗接种计划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将医疗保健工作者和疗养院居民放在首位 欧洲药品管理局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收到由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开发的新冠疫苗有条件销售许可申请 管理局表示将尽快进行评估 并可能在1月29日之前对是否授权发表意见 有条件的市场营销授权 适用于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 快速跟踪授权程序 并加快批准治疗和疫苗的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 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疫苗接种 也需要在今年余下时间保持社交疏离措施 因为建立群免疫力需要时间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说 今年不会实现群体免疫 州长加文纽瑟姆周一说 在圣地亚哥动物园 至少有两只大猩猩感染了新冠病毒 目前有三只动物表现出新冠症状 怀疑它们是由无症状的工作人员引起感染的 尽管先前的研究表明 某些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很容易感染 但这是大猿猴中新冠病毒的第一个已知实例 官员周日说 费城警方对他们自己的一名警员 是否参加了国会暴乱展开了调查 暴乱起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对支持者的怂恿 导致至少5人死亡 市长吉姆肯尼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 以识别可能参与骚乱的任何城市雇员 共和党检察长协会的执行理事 应对发出自动呼叫 敦促人们到美国国会大厦抗议 引起争议之后辞职 亚当·派伯在共和党检察长团队 任职了4年后辞职 该组织是代表该州最高执法官员的全国性组织 该组织和筹款机构 法治国防基金遭到抨击 Airbnb周一说 他将在下周总统就职典礼前 审查在华盛顿特区的预定情况 并将禁止与仇恨团体 或暴力活动有关的任何客人 一些城市官员要求Airbnb VRBO和其他平台上的出租房主 在1月20日就职典礼结束之前 取消其房源 自2017年以来 Airbnb采取了一项政策 即删除以确认是仇恨团体成员的客人 当时该政策拒绝了 前往弗吉尼亚夏洛兹维尔 举行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的客人 针对用户隐私服务的 隐私政策变更的担忧 用户寻找了Facebook拥有的 WhatsApp的替代产品 因此WhatsApp竞争对手 Signal和Telegram的下载量有所增长 根据Sensor Tower的数据 从1月6日到1月10日 Signal在苹果商店和谷歌商店的 全球安装量约为750万 为前一周数字的43倍 Telegram在周三至周日的 全球下载量为560万 Signal声称将最先进的加密端 作为其服务的一部分 从而防止了非预期接收者阅读消息 青巴克正在启动一项 一亿美元的基金 旨在在有色人种居住的地区 投资社区发展项目和小型企业 该公司的社区抗灾力基金 是一项更广泛的计划 该计划旨在增强 其对种族和社会公平的承诺 今年6月 当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者 走上街头 以结束种族主义和警察的野蛮行径时 青巴克从其基金会承诺 提供了100万美元的社区赠款 并最终额外提供了50万美元的赠款 以上是Andevan China 北美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